華仔 怎樣?華仔 好啊 好啊 我們遲些再聯絡 拜拜 是華仔的電話 她有什麼人說 她說王大坤在機場被電機截住 還說短期內她不可以離開香港 不過我看不能截她多久 王大坤這個人不會在意待斃 我們讓她想個辦法才行 只要讓曾世帆回來 帶我中槍和杜若蘭那件事 我們就可以指證她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目前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只要她先走一步 我們才可以向她還擊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知道她要扮 扮 王先生 王先生, 從後一個星期左右 曾世帆就會回來 我看你這次真的要想想辦法 我知道他們每個都已經把物業賣光 打算幫曾世帆 而且他們每個都足智多謀 王先生 我這次真的替你擔心 我怕你鬥不過他們 對了, 你打算怎麼做 你說怎麼做 我一想一本事靠你怎麼做 不過我想你一定有辦法 沒有 我根本不用想辦法 不過王先生 你先回去吧 王先生, 我… 我趕著出去 好, 我先走了 小槍 王先生 王先生 找我什麼事 我想跟你說清楚 我和你之間的事 王先生, 你放心 我不是要求你任何事 我已經想清楚了 既然我們的性格真的這麼合不來 我也想早點扮離婚手組 你意思是怎麼樣 扮離婚手組 是 我們的結合可能是一種錯誤 我知道 雖然你嫁給我 但是你的心 始終都是向阿納的 王弟, 我真的很希望 你能夠和阿納結合 至於扮手足上的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你可以跟我的律師說 對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早就解決 是的 好, 我叫我律師和你聯絡 王弟, 我送你走 不用了 謝謝 再見 世昌 以後你要多點照顧自己 我會 你也是一樣 是 對 她在照顧自己 那天 那天 有甚麼事?我知道了,有話要跟我說 我們坐下來慢慢說 老婆,我剛才見過世昌 是嗎?有甚麼要回去? 是嗎?她肯替我扮離婚手續 真的嗎? 所謂疲疾太久了 你沒發現我們以前不開心的事 已經慢慢過去了 是,我們浪費了很多年 妹妹,我們不要再睡了 我真的希望二號快點到 爸,你還沒睡嗎? 還沒,我想跟你聊聊 阿昇怎麼樣?有甚麼動靜? 他說要先讓王大軍動手 還要等?等到甚麼時候? 我想很快而已 爸,那件事阿立哥和阿昇哥你不用擔心 那倒是 他們兩個人做事都有魄力,我相信 阿妹,我想把店舖結束了,好嗎? 結束財技行? 阿翔,我看見你為了阿琳和武鬥的事 吃又不能吃,睡又不能睡 我心都很不安心 阿翔,尤其是你自己 在感情上有這麼多波折 現在細昌肯自動要求跟你離婚是最好的 阿妹,我真的希望你以後和阿琳 過了些開心的日子 感情這件事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彌補的 但也不用結束店舖的 我年紀又這麼大 是呀,雖然店舖是高幫的手 但賺多點又怎麼說 還不是這樣洗掉它 那間店舖做了這麼久 要撿了它,我覺得有點可惜 甚麼可惜的 你不用怕,我無聊的 我有空會找波叔聊天 阿妹,喝喝茶的啦 誰知道好遠哥 阿妹,記住啦 跟細昌一扮好來分手做 馬上跟阿琳談談吧 這些事過兩天才算 還不等?不要啦 我明白啦 先把王大軍抓捕這個壞人 是嗎? 那你把那隻老狐狸 你甚麼動靜都沒有嗎? 劉華仔,你記住 你最要緊要定 知道嗎? 對了,一有甚麼消息 你就要以第一時間來通知我們 你放心 這幾天是非常時期 對,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好,你慢一點,不用怕 好,保持聯絡,好,再見 阿星,還要等嗎?今天是二十四日 好,就算等,最多還是等這個星期 這件事成敗都要解決 謝謝 對了,嘉雯,因為這陣子呢 我要留在這裡跟他們聯絡 所以哪兒都不敢去 連你放假都不可以陪你去街 傻了,做正經事重要嘛 對了,夜總會那裡呢?不用出去嗎 夜總會都賣成了,還出去幹甚麼 那也好,雖然做夜總會都可以說正經行義 但是慢慢去到三更半夜,總是不太好 那就就是了,反正你又不喜歡我做夜總會 那就趁這個機會轉行 嘉雯,遲些讓我搞定了黃大坤這件事之後 好,我們有很多時間在一起 到時候我們再詳細研究一下 看你以為我適合做哪行 以你這樣的人才,轉哪行就行了 是嗎?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你家媛喜歡 對了,罵 搞定了黃大坤這件事之後 你有甚麼計劃? 我律師罵,然後我就結婚 那你呢? 我也快醉了,如果家媛那方面沒問題的話 那恭喜你 對了,阿昇 嗯? 我們很久沒有靜靜地坐在那裡聊聊天 那倒是 你說如果不是我們要坐在那裡看著黃大坤的動靜的話 我看我們都沒甚麼機會這麼靜谷 大家坐在那裡聊聊 那倒是 我想你當然是想著怎樣去賺錢 那你呢? 你當然在那裡讀想怎樣跟人打官司 你知道嗎? 你真是清楚我 想起那時候我們在三間屋的時候 阿妹,阿雲,阿聰,你和我 我們整班還是很小 那時候我們甚麼事都說 我們聊到三間半夜 連大人吹都不肯回家 但到現在我們好像沒話說 阿楠,我有幾句說話一直放在心裡 都沒機會跟你說 甚麼事? 其實說沒機會說是一個藉口 應該是說我不敢跟你說阿珍 甚麼賀星都有說話不敢說的 那真是奇怪 是 因為我怕我講出來你會笑我 我都不怕對你說 既然是這樣,你還不說? 你還記不記得我當初放監出來的時候 記得,那時候你很生氣我 我答應幫你打官司你也不肯 是 是 我真的很生氣你 到後來 我幫你打贏官司 那大家就沒事了 不是 我生氣得更厲害 不過那時候我不是生氣你 我是生氣我自己 我以為自己走到絕路 在麻卓館做一份巡場都被人炒魷魚 我大媽又過世了 劉炳燕又逼我還債 逼得要我捐人的腹浪底 你 終於我衰得要去棺材堡那邊 你呢 每個人都奉誠你 讚你聰明 讚你為了朋友 當時我真的很妒忌你 我認為你的成功根本就是利用了我的失敗 是 所以當我 在人家的腹浪底爬出去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讓你看壞 我一定要從頭來過 就是為了這些看不開 所以我故意疏遠你 到我一次一次看著你受了挫折 看著你失去阿倫 失去可兒 甚至乎你失去全審 我也沒有好好幫你 是 因為當時我看到的 只是你金碧輝煌的外表 直到後來 你被人用槍打傷躺在醫院的時候 我才警覺得到 我真的不應該這麼小器 為甚麼我會一直以為 你一世救運 其實你也一樣有救運的時候 有不救運的時候 再加上後來我知道 你受傷是為了難民傳的事 為了救運那個大老 也就是因為我 我更加真真正正 覺得自己不應該心胸這麼窄 算了 以前的事我們不要再提 這次我們夾手夾腳收服王大軍 成敗還是未知之數 不過成功也好, 失敗也好 我一樣這麼開心 因為我們終於消除了我們之間的戒體 早前, 我雖然還是迷迷蒙蒙半睡半醒的時候 可是我聽見你叫我 你鼓勵我 你鼓勵我堅持下去 那時候, 我就接受你這個朋友 你鼓勵我 感谢观看 往下見 杭叔, 你... 是忍必去拿走, 必定要死不容易 踏路?為甚麼事弄到要走? 柳叔, 好漢不是眼前規 暫時比一比, 有沒有路? 路不是說沒有 不過最近插得很緊 蛇頭也不敢撲頭 以你柳叔的人面, 一定有辦法 價錢方面, 你放心, 我不會虧待你 那個 好吧, 我儘管跟你想一想 我拜託你, 越快越好 最好在二號之前 盡力而為 路叔, 這是我夜總會的數寶 先交給你 難道我還相信你不過嗎?星哥 不是這麼說 不過始終都是白紙黑字好一點 老實說, 如果我不是等著這批錢用 我也不會這樣價錢放了一間夜總會 不過既然要一億人 當然要一億樓叔你好過 所以我早就說你聰明了 一定還有法家, 一定有很多世界 還有甚麼世界 夜總會也賣賣 那倒不是 是呀, 你這些年輕人 打個關斗就從頭來過了 你不跟叔叔老了 拚也不敢拚盡了 是呀, 還是時候了 現在應該找些正行生意做一下 那倒是應該 所以我說你聰明了 你現在大氣我 不說得, 不說得 不說得 對了, 王大軍你快點 聽我說很不行 我王大軍, 聰明了 是呀, 很多想頭 知道就不行了 是呀, 柳叔你出去走這麼久 都很清楚了 生意還是生意 大家都是自在賺錢 那倒是呀 是呀 坦白說 這次我賣了一間夜總會 為甚麼 我主要的目的是 為了對付王大軍 所以我希望柳叔你 賣個純水人情給我 我, 別插手你我和王大軍之間的事 嗯 其實你自己都心中有數的 王大軍這個人 早晚不行 我無論如何 一定要拼下他 聖哥 你這麼關注阿叔 有甚麼兩句 你說怎樣就怎樣 好, 聖哥 喂, 聖哥 喂, 三少爺 為甚麼你躲在房間裡 好, 不空太多看書而已 坐吧 喂, 三少爺 你叫我把那間快餐店放盤 那我現在找到人談好了 如果沒甚麼問題的話 下個星期可以交易 謝謝你, 聖哥 要甚麼麻煩 喔, 彭叔 波嫂 波嫂 我還以為今天又沒有門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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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波嫂, 不用了, 我就走了 坐… 你的臉色為甚麼這麼不妥, 很差 是嗎 是, 好, 好 喝茶 謝謝… 喝茶 好, 波嫂 我今天來呢, 是跟兩位遲行 是嗎 你真的回去嗎 真的回去嗎 為甚麼這麼決定 我現在不行 你看, 那個夏媽媽 他去做王大軍的馬仔 你知不知道 他又說是被王大軍聽過真甚麼鬼又回來 真的 這個像不像人 哎呀 哎呀 飛叔, 飛叔 你們都響到嗎 怎麼進來呢 飛叔, 為甚麼好地地回鄉下 是呀 唉呀 尿尿和我相依為命 誰不知白途人送黑途人 一心以為有了一點就好了 誰不知, 一點也怪阿華醜 幾十歲了, 我自己跟自己說 好, 看海底別這麼緊張 隨便阿華對小小好就算了 怎麼知道阿華又不相信 他是做王大軍的馬仔 他... 波叔, 我跟阿華說 你要賺錢嘛 賺錢, 我給你所有的事 隨便你不要出賣朋友 你隨便不要出賣朋友 好 他都不聽, 忠義熱義 他不聽你, 你有甚麼辦法 我做了一些手尾, 訂了車票 下個星期我就回去 波叔 不是 做人做到我這樣, 還哪有心機 是 賀叔 韓國仔, 是不是王大軍有動靜 沒有 來, 讓阿叔煮一碗靚 還給你們吃吧 唉 怎麼樣, 還有沒有人罵你是臭小子 覺得委屈嗎 其實我不需要這樣做 對了, 其實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應該關阿蠟和叉燒的事 我想問你很久了 我…我自己…自己都不明白 我從大澳出來香港賺錢 一早就把阿星哥和立哥 作為我的榜樣了 我覺得他們兩個很有用 和很成功 唉 阿弟, 他賺的錢是很不乾淨的 不過他們成功了 所以我們要學他們 拼命地跟他們 當初我草阿Niu 很多不少都是受他們影響的 誰知道學著學著, 越來越不對勁 怎麼不對勁呢 我發覺他們這樣的成功法 根本就是沒有路 他們完全不開心 你也想得多準 所以後來有機會跟到劉頂營和王大軍 本來很有機會 現在你又覺得沒甚麼意思了吧 既然你會這樣想 就解答了剛才你的問題 是呀 如果要跟著這種人才能發達 多多錢也沒用 我知道 你很想向上發, 很想發達 你就把阿星和阿蠟當你的榜樣 你知不知道他們 他們互相關懷, 互相幫忙 已經到了生死之交的階段了 你受了他們的影響 不知不覺之中 你已經成為了一份人 所以當他們有難 你就肯加以援手 文叔, 想到你說的話 真是很有道理 所以, 朋友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朋友 你口座金礦有甚麼用呢 是不是 嘗嘗我的手勢 阿星和阿蠟很喜歡吃我的麵 好呀 怎麼樣 好多 吃到天亮都夠了 對 你們好吃 還有一件事最重要的 沒有法律拿的 你不要讓姑娘知道 你喝一點點怕不怕的 的那麼好 文叔真的有辦法 來, 和你喝一杯 來, 喝一杯 文叔, 阿華今晚真的去麵檔找來嗎 找我談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阿華這個年輕人 也算是很有意思的 年輕人是這樣的 這個年輕人 不是年輕的時候 有滿懷希望 經常想著發達發財 不過當他遇過幾個挫折之後 他看法又不一樣 阿華還問你甚麼 那個傻子 他問我做甚麼事 賣雲吞麵 他說, 米叔 很多人孝敬你 你為甚麼要賣雲吞麵 這樣 那是很難怪他的 其實我也想問你很久 我也很不明白 我聽阿星說 以前你很威風 就算現在也好 好, 各方面的人馬都很尊敬你 叫他做阿叔 是 當時在上海 我都可以說得是挺威風的 所以哪一幫哪一派的頂爺 都是我的老友 那時候 他有很多人跟我玩飯吃 幾乎幾乎說起我的名字 上海也沒有人認識我 既然是這樣的 為甚麼你又不繼續發展下去 鄉所未 未入江戶 想入江戶 得在江戶 又怕在江戶 我現在快了,我都住過洋樓,玩過翻舊 我享過榮華富貴,但我覺得都是這樣 我今晚賣雲真面,我又覺得都不錯 我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心安理得 所以我跟華說,你真是很福氣 我說你認識幾個結交幾個這麼知己的朋友 他們關心你,幫助你,我說你真是福氣 我想起來有點不明白,以你們幾個小孩 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怎麼可以一起 這就是了,所謂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這真是我們的福氣 不過現在想通了 今天就最好了 乾杯 真的要三十萬? 三十粒東西,小個崩子沒得及 其實我為你這件東西給他們磨了很久 知道又是,君哥 以你這個卡士,三十粒東西不算貴 好吧,三十萬就三十萬 不過這樣,一定要保證安全才行 放心吧,君哥 人情還人情,交易還交易 先小人,然後君子 先放著一半水我先 我打點一下兄弟 好,九月一號晚 拿著一張紙,九點鐘下庭 九點鐘,早不早點,很旺的 放心吧,今時不同往日 你是打仗副船長的上船 大船是十一點開 你還有些艇仔鬱幾個小時 是這樣的,君哥 你下了艇,他們又繞幾個圈 看來沒有人報寸了 沒有,他剛才送你上船 放心吧,到時候我會在這裡接你 小心 華仔,他們在等你 你來了 是,華仔 好了,現在人齊了 我要將我們的計劃 重複再說一次 我們本來安排好的步驟 現在我想提前一天進行 本來誰都知道 曾世凡是聽人,即是二號之班 是,華仔 現在我想你通知黃大軍 你告訴他 曾世凡會提前今天回來 務求令他措手不及,手忙腳亂 我們進行的時候一定會好多 還有 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慫恿黃大軍 叫他殺曾世凡滅口 首先你可以自動請英 叫他付錢來由你出手 而到最後關頭要開槍的時候 你就臨時退泰,逼黃大軍出手 因為我行動不太方便 那現場的一切 就麻煩阿師兄去照顧 不行 文叔,警察很方便,你搞得怎麼樣 不能搞定 到時候一定有CID來幫忙 而且在他還沒開槍之前 把他制服 是今天最好 阿妹,我們的計劃就提前一天進行了 所以現在你可以跟我辦出院手續 到明天我出院的時候 黃大軍已經抓去警局了 現在是幾點? 六點 好 現在是六點 那隻船是十二點到 現在大家可以分頭行事 不過最重要是小心點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好,你放心 很快就有好消息帶回來給你 現在我有事先走開一會兒 一會兒我會去叉燒家 如果大家有甚麼事找我 可以在叉燒家找到我 好 那就這樣說,我先走了 那我先去看黃大軍 好,那我們大家分頭行事 最重要是大家小心點 走 我走 叉燒,你叫我幫你賣了一間快餐店 現在就完成了 來 謝謝 這筆錢我還給你 謝謝你,星哥 不用客氣 對了,你扣起自己一份沒有 不用客氣,總之你明天再做生意 就幫我帶下去 那不行,數還數,老還老 有甚麼不行,不受我玩 不是啦,星哥 波叔,你來了 波叔 波叔 走 阿爸,你出來就對了 這支票你收起來 做甚麼 家的環境不太好 這筆錢夠開醫館的了 怎麼這麼多錢來 喂 喂 喂,叉燒,慢點我 誰打來,你這麼大趕 臭小子 是阿華 我怎麼知道,不然跟他說 不是,如果是阿華 他找我有重要事,你告訴我 喂 喂,叉燒,你幹甚麼 喂 喂 叉燒 你… 阿華 喂 喂,我有個最新消息 不過你把電話放進去好嗎 快點 快點 我介紹波叔,樓下全公寨都等你 好嗎 好…你收起來就可以了 好…你等我回來 坐了 波叔…抱抱著,我有事先走了 快點 抓招 好吧… 差招… 你出來… 老公回來了 星哥 華仔, 甚麼事? 勝哥, 王大軍生了鐘 怎麼搞的?怎麼這麼吵架? 你知不知道現在全世界等你吃虎? 那現在怎麼樣? 不對, 現在馬上到處找他 譬如他家, 夜總會, 酒吧, 停車場也要查一查 還有, 最重要是劉炳賢找一找 劉炳賢? 上金龍夜總會問問, 或者他會知道王大軍在哪兒 是否你真是論盡的話 馬華, 現在我們分頭行事 怎樣的情形打電話的立道聯絡 要不然的話, 全部依照原定計劃 靜靜一點 行了 郭劍華 太少了, 我沒時間了 你當然沒空, 我很空 我有重要的事做, 重要的事 這個白你會追, 插死我 插死我, 插死我 插死我 放棄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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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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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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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仔 他們呢 星哥 王大坤 他不是來了嗎 王大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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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 王大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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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想不到是我 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我覺得我要對付的不是曾世凡 因為歸根到底都是我們的事 實在我要對付的是你 令我記起千萬萬的我 原是百變人華 誰了世間千百年夢